钟嘉欣生日那天分享了怀三胎的喜讯 很快钟嘉欣怀三胎的消息就遍布了整个娱乐圈 但是俗话说的好友得必有失 娱乐圈会存在内幕的现象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2021年让整个娱乐圈大失所望的事情 就是钟嘉欣错失了事后的位置 如今王祖兰爆出TVB不选钟嘉欣为事后的内幕 并且宣布将退出TVB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4月9日早上 王祖兰退出TVB的消息就不禁而走 他刚刚担任首席创意官一年的时间 如今就有了想要退出的想法 粉丝们就不太理解其中的缘由 结果有知情人士透露到 钟嘉欣在1月份的时候凭借星空下的人一 而入围了TVB事后的选拔 但是最终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这个奖项 王祖兰为了钟嘉欣而愤愤不平 其实王祖兰是利用了自己了自己的私人关系 才请到了已经很久不愿意踏入娱乐圈的钟嘉欣 回来参加颁奖典礼的 结果却因为高层的一己之见 让钟嘉欣对TVB很是失望 王祖兰得知此事之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公司高层人士产生了一番争执 最终依旧是不欢而散 王祖兰也因此而不得不地交了辞职申请 其实早就在二月上旬的时期 就有人透露出来 王祖兰和TVB的两个女高管 产生了矛盾大吵一架后 愤然离开了现场 当时王祖兰就想要离开TVB 但是那些人也并不想放他走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钟嘉欣的事情 业绩相当于是个导火索了 在后续媒体追问王祖兰此事的时候 王祖兰也用四个字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真恼火也就让媒体们不敢再继续追问了 其实王祖兰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早就来到了内地打拼 之前参加了多个综艺节目 后来在跑南中担任了常驻嘉宾 产生了不小的热度 凭借着他搞笑的主次方式 在多个综艺节目中展露头角 从薪资还是发展来看 王祖兰在内地都必要在TVB好得多 但当时同意回到TVB都是因为曾治伪的苦苦相求 如今的王祖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无名小卒 所以不用再委屈求全 大带离开TVB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情 他为了钟嘉欣而出头 主要原因是钟嘉欣的实力真的很强 他1984年出生自加拿大温哥华 2004年因为参选了国际华裔小姐 从而正式地出道 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十分顺畅的 出演的多部影片都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并且凭借好彩妹一角 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他 这期间的钟嘉欣也在圈内结交过男友 不过结局都是不尽人意 最后一次的分手原因是 钟嘉欣想要早点结婚 但是男方却还想要多拼几年的事业 因为三观不太合适 钟嘉欣只好是快刀斩乱马 即便多次被媒体拍到了痛哭的画面 他还是一个人扛了下来 毕竟对于钟嘉欣来说 没有了爱情 事业才会发展得更顺畅 2016年时 有媒体爆出来 钟嘉欣在温哥华和一名男子结婚的消息 钟嘉欣也不想再隐瞒大家了 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的状态 说到去年就已经结婚了 现在只是要补办一场婚礼而已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自己的女神已经嫁给了别人 2015年 钟嘉欣毫无预兆的和一名圈外人士结婚了 居心男方比他足足大了13岁 也比较的有钱 足以养活 钟嘉欣一辈子了 他们认识了四天就选择了结婚 不得不说 钟嘉欣还是很果断的 婚后就一直定居在加拿大 同一年的8月份 两人的女儿就出生了 钟嘉欣也在此之后淡出了迎庭 在家里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日子 两年时间没到 就又给女儿迎接来了一个小弟弟 钟嘉欣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儿女双全 两个孩子也继承了钟嘉欣的高颜值 而就在近日 钟嘉欣在生日当天 公布了自己怀三胎的喜讯 照片中的一双儿女贴在钟嘉欣的肚子上 貌似是在倾听未来弟弟妹妹的声音 画面很是温馨 由于钟嘉欣长期的定居在加拿大 也就很少外出拍戏了 这次三胎的出生 恐怕此后就很难再看到好采妹的剧了 之前钟嘉欣就分享过自己产下孩子 令人记忆犹新的瞬间 当时在生女儿的适合因为产后大出血 多次导致婚礼 直到产后两个月才可以下地行走 生儿子的时候难产 18个小时才顺利让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 如今又要再次历险 说明钟嘉欣真的很爱这个圈外老公 才会三次舍命生子 当时是出于人情的考虑 才会卖给王祖兰一个面子参加颁奖典礼 没想到错失了当晚的时候 本来在典礼之前 钟嘉欣是人气和票数最高的 结果就因为高层人员的意见不一 让钟嘉欣错失了退圈前的最后一次事后选拔 对于钟嘉欣来说 一定会有一些遗憾心理的 但是对于她来说 家庭会比事业更重要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 才会再次怀上孩子 大家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说说你的看法